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百年人生 瞬间光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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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古江山如氏如花 还我一个太平天下 随被秋风立马 江南春雨心花 千古江山如氏如花 还我一个太平天下 千古江山如氏如花 千古江山如氏如花 还我一个太平天下 千古江山如氏如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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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万铁骑杀的高祖帝 五十万兵马是片甲不留啊 徐州让我魂牵梦绕 今日终于美梦成真了 一看便知 如此雄关区区吕布怎配具有 雄关应当归属民主 今日已成正国 主公得徐州以后 尽可攻退和守 鼎立中原之日 为妻不原也 说到吕布 我想起一个人 在下如果没有猜错的话 主公巴扯儿想起貂蝉来了 他怎么样 吕布死了以后 貂蝉是不吃不喝 更不梳妆打扮 整天呆坐着 试着问他 他只有一个请求 什么 要为吕布收尸 主公 恕在下指引 不认识 不要赵蝉貂蝉 此女太过妖艳 乱人心性 主公休忘了 董卓和吕布的下场 荀衣啊 多谢你的忠告 但我既非董卓 多更非吕布 小姐 小姐请看 这些都是曹将军送你的服饰 渐渐都是珍奇之物啊 就连长安宫里的嫔妃们 可都得不到啊 小姐 快快梳妆打扮起来吧 曹将军说了 只要小姐把这些衣服穿起来 事后曹将军一次酒宴 曹将军什么条件都答应你 我要为我父军收尸 我要为我父军收尸 曹将军准了 我要南木棺材一口 六尺一石一方 以王公之礼厚葬 背上还要切命 汗 都庭侯 分为将军 吕凤仙之目 曹将军准了 我还有一个请求 我死后 要和我的夫君 站在一起 准 都准 我死后 没有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将军 夺亏各位将军费用拼杀 方能拿下徐州 我与各位将军同音慈悲 一罪方休 来 过后将军 干 干 来 来 来 马上 马上 倒酒 来 来 倒酒 咱再喝 干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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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先生 来 来 倒酒 来 来 来 先生 我不得 今天咱俩说什么都喝 真的 我真的喝吧 你喝吧 啊 别呀 等等 先生 等等 你太什么气了 没事 我真的没事 你喝吧 不不不 等等 你肯定有事 告诉我 这大喜的日子 你愁什么呀 没事没事 真的没事 不不不 你肯定有事 你要是不告诉我 我就不让你走 我 告诉我吧 好好好 徐将军 你知道吗 主公喜欢女人呢 你很急 谁不喜欢你呢 我稀土也喜欢你呢 你喜欢的女人 和主公喜欢的女人 根本就不一样 主公喜欢的是一位少妇 尤其是别人家的媳妇 你还记得张秀的事吗 我当然记得了 主公那天喝醉了 把想讲张秀的小伯母 招来侍戒 张秀不堪其辱 竟然秤以攻杀诸虎 要不是蝶为虎驾 主公早死了 嗨 蝶将军 这是为此丧的命 今晚主公 要比那天夜里 更加危险 怎么着啊 你快住 主公已经发话 她今夜要去白门楼 你知道白门楼里住的是谁吗 谁 刁蝉 这个妖女怎么还没死 非但没死 还打扮得如花似玉 正准备接待主公啊 许初啊 你可别忘了 东卓和吕布 就是因为貂蝉而死的 此女太过妖艳 懒人心扉啊 她一旦缠上主公 那可真是霍水横流 肯定会殃及三军哪 我现在就去除了祸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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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不怕主公 讲罪吗 我须处跟随主公四杀多年 九死一生 何惧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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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将军 后将军 《这根拍摆盼合异不試》 将军额要红不补 一片心愉 刀画桥 美带促不成有自恨 羽绒出端 古人缠 好 如此长袖善舞 不知醉倒了多少英雄浩劫 我这一唱不是为了将军 是为了我夫君 难道在你心中 我曹操还比不上一个吕布吗 是 在我心中 将军是不如的 为什么呢 我夫君真诚 将军老辣 我夫君善良 将军牵血 我夫君多情 将军无意 所以即便你是杀了他 在我心里 你永远不如他 你永远不如他 将军 知道这是什么吗 好 está 有 我选手 都作 man 你要查普遍 很多名字 招待我们 当天夜里 甘江墨爷夫妇 就取回了流星 铸成了两把宝剑 一把叫甘江 一把叫墨爷 也就是吴王剑和岳王剑 铸完这两把宝剑 剩下的云铁 只能够锻造一把短刀 就是这把七星刀 八百多年了 吴王剑和岳王剑 都已经是冥满天下了 可是只有这把七星刀 默默无闻 一直不为人所知 一直到 我曹操 指此刀刺杀董卓的少 这可惜啊 董贼命不当绝 怎么 今天你想用他来杀我吗 我只要把他 我只要把他 还给上天 嗯 如今我就是天 拿来 拿来 predicted 他 не想杀我 他只是想自杀你这个匹夫 他真是想自杀你这个匹夫 他真是想自杀我 他真是想把他人杀死你 他真是想自杀你这个匹夫 他是想自杀你这个匹夫 自己到监军那儿领三十军棍 诺 干了 免了吧 不 不免 我去 大伙听战 此意 我们一起收取徐州六郡 为阵天下 实力大增 这也是咱们自起兵以来 取得了最大的一场胜利 为此 我足足高兴了 半个时辰 可是半个时辰之后 我的心情又悖绝沉重 你们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冀州袁绍 讨伐公孙瓒的一战 正在激烈地进行 这几个月以来 袁绍步步紧逼 公孙瓒是损兵折将 照此下去 用不了多长时间 幽州就是袁绍的了 如此一来 这大汉天下 袁绍一个人就独享了 清幽并济四个州 成为天下最大的诸侯 你们知道这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主公与袁绍之间 定有一场生死决战 此战决定天下归手 没错 那你们知道此刻 我最盼望什么 主公盼望的是 现在袁绍与公孙瓒 最好不分胜败 拖得越久越好 以便让袁绍兵力受损 为主公赢得时间 为最后的决战 做充分准备 对 听命 后天班师回许昌 整军备战 做充分准 大哥 为何发仇啊 曹操后天就要班师了 我在想 我们该何去何从了 现在徐州是他的掌中务 我们无处容身了 曹操不是答应 让你做徐州务吗 他还答应吕布 做三军大元帅呢 曹操不还我们徐州 让我们囤住小配也成啊 大哥 你为朝廷立下过汉马功了 又为曹操受了这么多的委屈 难道他连一座小城都不舍得吗 他若能准我祝小配 那我当然高兴 我根本就不想随他去许昌 现在 离这个人越远越好 义德 你意如何 我呀 我才不扫那份闲心呢 大哥的意思 那就是我的意思 三弟倒是伤心 那当然了 这老大哥天下 岂能没咱容身的地方 你们愁个善哪 啊 班师在即 给人ban 未来的其他一 其余的大事 我都已经有所安排了 可是有个人 该如何处置呢 战前 你们仨一个叫我杀 一个叫我用 一个叫我用后在杀 现在 班师在即啊 我们该拿他怎么办呢 吕布已亡 徐州已归属主公 刘备无处依靠 他只好投奔主公 现在杀他 已经没有必要 相反 用之更好 无尽其力 人尽其才 主公也享受 人间爱贤之美称 敢问主公 是否答应过刘备 令其做徐州墓 好像是有 记不清了 请主公明言吧 有还是没有 有 那么主公不可实言 在下建议 次留备为徐州墓 但只受其名分 而不给其实权 令派可靠将领 驻守徐州 总览军政民政 刘备呢 令其助手小配即可 令其助手小配即可 在下复议 在下复议 在下也复议 在下也复议 好吧 就怎么办 报 好 兵主公 有几位士绅父老 求见主公 何事 他们听说主公 要回许昌了 大吉 代表徐州五十万百姓 向主公敬献万民书 是 真想不到 咱们刚到徐州没两天 徐州的百姓就如此爱戴咱们 明星可逆啊 快请进来 诺 小民 卢毅族等 拜见曹大将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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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起 我等听说大将军 正要返回许昌 特代表徐州六郡的百姓 向大将军 来敬城万民书 恳请大将军 留下留贡玄德 让他重新担任徐州牧 谁 刘公玄德 即是刘备 为什么呢 民大将军 刘备爱民哪 陶谦死后 刘备曾经担任过 九个月的徐州牧 那九个月 是我徐州最太平的时光啊 刘备与各乡镇 定立约法 霸齿贪官 减轻赋税 还建了三座便民桥 五百余丈河堤 饮水灌溉农田 才有了五谷丰登 人丁兴旺啊 大将军啊 我徐州百姓 直到现在还有口饭吃 仍然托付于刘备当初的德政 我等已多年未见 如此贤明的助攻了 恳请大将军 留下刘备吧 恳请大将军 留下刘备吧 刘备如此贤明 堪当朝廷动量之财 不过 让如此大财 担任区区益州的刺事 不是太委屈他了吗 这样你们看好不好 我把你们这个万民书 上成朝廷 把列位的心意表作天子 让天子亲自赤封刘备 可好 谢大将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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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绝不能让这个刘备留守徐州 连小佩都不能让他住 督公你刚才同意 让刘备 在徐州挂个须名 有名无实啊 你没有听到 刚才那个世神的话吗 刘备在徐州 已经身得名心了 如果让他挂个须项 挂着挂着 他就会变成实的 而咱们留在徐州的人 就会变成虚的 这个不得不妨 刘备 不能留下 我要把他带回徐城 曹公 天子下诏了 他听说你是皇室后裔 又在徐州剿贼中立下大功 龙心大跃啊 陈刘备 瑶祝武皇万安 贤弟 你想不想一睹天爷呢 在下朝思暮想 那好 上车吧 随我去西昌 这就走 这就走 曹公不是明天才班师吗 那是三军将士 你我要先行一步 再说旅途寂寞 我也想和贤弟做个班 在下有几位兄弟 你放心吧 我都安排好了 明日曹人会陪着 关张赵三位将军 办事回京 怎么贤弟不想见天子呢 好 在下遵命 这就对了 皇上有旨 宣百官入朝 皇上有旨 宣百官入朝 皇上有旨 宣百官入朝 皇上有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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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下明白 爱卿平身 臣奉旨进军徐州 擒杀贼将吕布 收复徐州 六郡十九城 府堤十万 斩首两万 令获战马兵器无数 爱卿立此书勋 朕极为高兴 臣所做的一切 上乘天威 下卫黎明 忠兴汉氏 臣不敢鞠躬 爱卿一举攻陷了寿春 大败逆贼元术 此次 爱卿又人不屑甲 马不屑安 为朝廷收取了徐州 爱卿已是名震四海 攻垂天下呀 听旨 朕拜爱卿为朝廷丞相 总领朝政 家赠封地九千寝 民三万户 臣曹操 寇谢天恩 请曹丞相入座 请 陛下请 你看这个人 他叫刘备自玄德 刘爱卿 请上殿来 陈刘备叩见陛下 爱卿 陈刘备叩见陈刘备 陈乃中山静王之后 孝景皇帝之玄孙 祖刘雄之孙 富刘虹之子 你不认详 你不认识 我认识 是 你不认识 所以你不认识 也不认识 这是 下義的 刘昂 刘昂生张侯刘露 刘露生姨侯刘烈 刘烈生杨侯刘英 刘英生风陵侯刘不宜 刘不宜生冀川侯刘慧 刘慧生东郡令刘雄 刘雄生刘红 刘红不适生刘备 禀陛下 这刘备乃是孝景皇帝的 第十八代玄孙也 依族谱 你是朕的皇叔啊 陛下天恩浩大 刘备感激提名 连年兵祸使得国家蒙难 朕也饱受乱贼欺凌 姓德曹丞相 忠君报国 除贼安民 迁都于许昌 朕才略享偏安之福 今日见了刘皇叔 朕更是欢喜不尽呢 刘备听旨 朕受你为左将军 宜成庭侯 臣叩谢天恩 爱卿闲暇时 请多多进宫来看望朕 朕想跟你数族 臣遵旨 恭喜刘皇叔 败将封侯啊 恭喜刘皇叔败将封侯啊 恭喜刘皇叔 恭喜刘皇叔 丞相虽然未及人臣 但还仍然是臣 而他刘备 转眼间变成了皇叔 可笑致志啊 那有什么 我要是愿意做他皇爷也都成 那我不贪那个 这陛下刚见刘备 就给他败将封侯 很明显 陛下是想培植势力 用于外援 丞相不得不防啊 此一节我也想到了 当然要防 不过凡事皆有利弊 刘备现在既然归为皇叔 以后我再用天子诏令 制约他 他就更得尊从了 极是 刘皇叔受封后 有没有得意忘形啊 恰恰相反 他受封之后 反而更加谦卑了 他把自己关在客宅里 整天是大门不出啊 即便是出门拜客 大老远就大功作义 如履薄冰 聪明人 丞相 在下有言 压抑很久了 你只管说 丞相 无论在朝在野 都已经是 功德浩荡 恩威齐天了 因此 丞相 不应该仅仅屈尊于 丞相之位啊 承愈 你是在劝进吗 正是 多谢了 我现在虽然功名日盛 但是滋望尚浅 兵马属地 也不如袁绍多 再说了 现在朝廷内外 忠于天子一心浮汉的大臣 不少啊 别人不说 寻遇 头一个他就不能答应 所以我还是别 热火烧身了 那丞相 你应该早做谋划 查清谁是帝的 谁忠诚于丞相啊 这倒可以 这样 过两天我要去 许田行列 老你进宫奏包天子 就说我请他一块去 还有朝廷内外的文武大臣 都去 遵命 祖上如此辉煌 可惜传到朕这儿 却是奸贼当道 国家沦丧 喜哉痛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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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陛下 刚刚召见刘备 为何就给他败将封侯啊 曹操独善朝政 国事都不由朕做出 刘备既是个英雄 又是皇族后裔 太难得了 将来此人可用作后援呢 臣明白了 可刘备兵马不多 又无甚属地啊 这个吗 这个吗 朕将来会慢慢地封赏他 禀陛下 参军成狱求见 叫进来 诺 陈成狱 拜见陛下 平身 谢陛下 爱卿有何事啊 禀陛下 后天 丞相请陛下 许田行列 爱卿啊 这驾鹰牵狗的事儿 恐怕不是天子正道啊 再者 朕的身体也不舒服 朕 陛下 自古以来 圣军都好打猎 春波夏仲 秋收东藏 似时狩猎 扬为于天下 曹丞相 不但请陛下出猎 还令朝廷大臣 三军将士随驾 他们都盼望着 跟随陛下行列啊 至于陛下所说的 龙体欠安嘛 臣敢请陛下三思 听爱卿说话的这会儿 朕的身体舒服多了 朕高丞相 朕 去 灵旨 去 灵旨 朕高丞相 朕高丞相 臣提陛下使射一箭 出钱 与福 宁右 湾高丞相 成像 速食性 真是了不起啊 这恐怕不是 刘皇叔的心里话吧 你可是见过吕布的 原门设计的 他才堪称神社儿子 吕布虽然善设 却被丞相斩首了 丞相剑术虽不如吕布 却能一剑定江山 如此看来 吕布设计再高 也是俗设 而丞相 随旨设翻一头鹿 堪当是神设 这倒是句实话 终听 臣奉还陛下的宝雕功 安心留着用吧 谢陛下赐功 万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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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是 舟 此后 万岁 内 万岁 国舅董承气得满脸痛苦 关于以身手摸剑 不少大臣也是敢怒 还有寻遇 他也长虚短叹 是 我对他那么信任 那么敬重 他却心向天子 是 由此可见 朝廷上下忠于陛下的人 不再少数 更何况现在诸侯歌剧 枭雄争霸 成帝的事就不要再说了 诺 大哥 徐天大为 曹操实在太可恨 竟然敢押皇帝一头 抢夺天子之礼 曹操帝王之志 建伪之心 早就有目共睹了 我本来想 杀了曹贼 为国除害 可大哥你为什么 不许我动手 当时曹操身边甲势林立 你猛将如云 如果你动手 我担心不但伤不了他 反而会害了天子 不许我 现在不出操贼 日后 必成大魂 你就是 这杀又杀不得 忍又忍不得 那咱们还窝在这里干嘛 大哥 咱不如离开许昌 到外头快回去吧 现在许昌各处都把守机严 我们即使想走 也要寻找机会 我们现在寄人篱下 万事都要忍耐 大哥 你老是忍耐忍耐 这忍到何时是个头啊 帝圣 主公 皇宫里来了个内臣 说是传天子口谕 臣刘备听旨 禀留皇叔 圣上口谕 陛下在许田行列时 身染寒露 卧病不起 召各位皇亲国戚入宫请安 请奏报陛下 臣立刻就去 天地之间茫茫茫茫茫 놀� 这下宫掷anda montón at dólares 尽 money results 货席 们 wohl ular 少奇 有语 特尊 永远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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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远方